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我制作了21集的中华自然医学 食物防病治病讲座 现在是第10集 我们要谈到燃烧葡萄糖的人跟燃烧铜的人 他的身体耐力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现在讲的生铜饮食 是指断糖生铜饮食 就是说一般传统上 碳水化物可以占能量来源的50% 这个叫做正常饮食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呢 断糖生铜饮食就是 碳水化物的热量来源 来自碳水化物的大概是占了10%以下 2到10这样 那么大部分是来自于油脂 这个就是我们人体 代谢葡萄糖跟脂肪酸的情况 那你身体有葡萄糖的时候呢 葡萄糖够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一定优先代谢葡萄糖 或者是肝糖 等你的肝糖用完以后呢 就一定会代谢脂肪 那么脂肪的代谢之前呢 要先变成铜 所以我们叫生铜饮食 那么既然是生铜饮食 吃生铜饮食的人 他血液里面的铜体就会比较高 通常会1到3左右 那运动的时候可能会更高 所以我们就叫做良性血铜化 就是一般吃淀粉多的人 他的铜很少 做生铜饮食的人铜体 血液里面的铜体就会比较高 这个图呢就表示说最左边那个是 carbohydrate burner 燃烧碳水化合物的人 因为我们身体库存的碳水化合物 就包括肝糖 跟葡萄糖只有2000卡 那我们人体的这个燃烧脂肪的人 比较耐操 耐力比较够 是这样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一公克的葡萄糖呢 碳水化合物 葡萄糖可以产生四个大卡的热量 那么脂肪酸的一公克就可以产生 产生九大卡 还有就是人体库存这个葡萄糖 血液的葡萄糖 还有肝脏的肝糖 还有肌肉的肝糖 大概加起来只有500公克 0.5公斤左右 那么可是我们的脂肪的含量呢 包括体脂肪跟内脏脂肪等等 可以超过10公斤 那么既然葡萄糖库存只能够500公克 一公克产生四卡的热量 所以它只能够库存 利用2000卡 2000卡 那么可是你是燃烧铜的人呢 因为脂肪的含量有超过10公斤 最少有9万 9万大卡 差个好几十倍 40几倍 那么 燃烧葡萄糖的效率 比较不好 会产生比较多的 这个二氧化碳 就是产生一个二氧化碳呢 只能够 生出6.33个ATP 后面我们还会谈到 那么如果你燃烧的是脂肪酸的话 就可以8.06个ATP 这个是一个 证明生酮饮食有效的这个公式 还有乳酸的产生会比较少 烧铜的话 那么烧葡萄糖的人 会乳酸的产生会比较多 所以说 一个人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 本来吃便当 吃米饭 面食 这样吃 中午吃完饭以后呢 就一直昏昏欲睡 每次吃完东西就很想睡觉 那么改用生酮饮食以后 那种昏昏欲睡的感觉就少多了 产生比较少的酸 这样 还有就是无氧代谢的问题 因为烧铜 它就 如果一个人烧铜的话 它就不会动用到葡萄糖 就是没有用 葡萄糖 甘糖 因为我们在缺氧的时候 运动的时候 这个甘糖变成葡萄糖 葡萄糖变成乳酸 会产生两个ATP 叫做无氧代谢 那么 这个无氧代谢呢 就是乳酸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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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积很多的时候呢 等到你休息的时候 氧气过的时候 乳酸又会变成葡萄糖 我们这个叫做无氧代谢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生通饮食里面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细胞 细胞里面都有粒线体 粒线体呢 就是细胞的引擎嘛 好像车子的引擎一样 一个细胞有一千个引擎 两千个或者三千个 那么这个粒线体 它就是有这个燃烧葡萄糖的能力 也有燃烧脂肪酸的能力 这个燃烧呢 最左边这边葡萄糖或者脂肪酸 被这个脱氢酶 氢脱下来了 那么这个电子脱下来 经过这个Q10 一直带到这里 产生这个水 那另外呢 这个氢的质质 质质它就会跑到 这个ATP合成酶这边 会把我们的ATP变成ATP充电 所以这个充电很重要 这个是葡萄糖接受体 这个是 这个是胰岛素接受体 这个接受体呢 它打开了 胰岛素打开以后呢 把这个葡萄糖通道打开以后呢 葡萄糖就进来了 进来的话就会 让葡萄糖可以燃烧 可以产生这个能量 让我们可以活动 我们做活动都是要靠ATP嘛 那么这个ATP呢 就可以变成 做一个叫被动 主动运输的功能 像这个就是一个ATP 三个零 Triphosphate ATP 那么我们这个利用养的这个葡萄糖啊 这个这些生物 他们都是用ATP来做燃烧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ATP 这个是三个零 这个ATP 那么它放出一个零呢 能量变成ATP 这个零的这个能量呢 就会工作 像很多 不管是人呢 还是微小的生物 它都是靠这个ATP 来一个 做一个工作这样 那个是 就好像我们店的店力一样 那么葡萄糖 吃太多 比较容易引起这个细胞内酸中毒 主要是因为这个公司使燃 大家看这个燃烧葡萄糖 一个分子的葡萄糖 六个碳的葡萄糖 它会产生38个ATP 同时产生六个二氧化碳 那么38倍6除 就变成6.33 这个当然是指氧气很够的情况 同时的利线体很好的情况 那么有时候 利线体不好了 或者氧气不够的时候呢 它可能就不到38个 可能只有20个 十几个 这个就是好像车子冒黑烟一样 燃烧不完全了 下面呢 就是燃烧脂肪酸 同体 那么燃烧一个16个碳的 这个中里酸脂肪酸 它可以产生129个ATP 加16个二氧化碳 129倍 16除呢 就是8.06 所以说燃烧脂肪酸的 它的效率 是比燃烧葡萄糖好 27% 所以它产生比较少的酸 再加上说 很可能我们一个人 它燃烧葡萄糖的 那个引擎已经坏掉了 反而以前脂肪燃烧的少 所以它这个 铜的引擎是好的 燃烧铜的引擎是好的 燃烧葡萄糖的 可能已经坏掉了 这样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细胞膜 如果你细胞膜 你吃到足够的油脂的话 这个细胞膜是脂肪做的嘛 那么它的排酸功能 就会比较好 这个大家看 这个是细胞膜 你Omega 3 6 够的话 细胞膜会比较软 那么这些输送管道呢 也就会比较好 比较能够把酸排出去 这个叫做主动运输 主动运输能够把身体里面的酸 一些废弃物排出去 那么我们的细胞里面就会维持微减性 因为细胞里面必须维持PH7.2的微减性 还有就是自由剂也是一样 如果你的酸排不出来 那么另外一种废弃物 自由剂也就排不出来了 累积在身体里面 接下来就是 有一位单车选手 他的经验是这样 他说他一直没有办法突破 他一直是吃碳水化合物的人 结果呢 他每一次骑单车长途竞赛的时候呢 他就要带着这个巧克力棒 这个棒 里面有糖分啊等等 然后就喝水 然后吃这个巧克力棒 一段时间要吃一下 不然没有办法补充体力啊 可是后来他就改了这个生酮饮食以后呢 由头其到尾 完全就可以不用补充任何东西 就是烧铜了嘛 所以说我们铜是可以争 烧铜的人耐力会好很多 好很多 上面就是第十集的一个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